iPhone16都快发布了 小杨也知机膜都提前上手了 竟然还有人不知道15系列应该怎么选 那么小杨今天再讲最后一遍 首先是15的标准版 如果说预算不多又想上导的话 那么选它准没错 目前128G亮机充电只有几次的机器 在小杨这里的话 34到35张就可以入手一台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高刷 第二款的话是15PLUS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大屏长续航的15 6.7英寸的灵动的好屏幕 最长的续航可达8到9个小时 超越13PM 直接登顶了iPhone家族里面的续航文化版 目前咱们家的话 只要38张就可以拿下 第三四款分别是15PRO和PM 主要是现在16还没有发布 它们俩就是苹果目前的最强代表 无论是拍照高刷还是性能 还有屏幕质感都无懈可击 如果说你在乎续航的话 那么这款15PM适合你 6.7英寸的大屏幕 HG PRO的性能也是真的强 正常给你们看看 其他博主还要出多少 6200 但在小杨这里 256G的亮机充电各位数的 最低55张可以入手一台 如果说你更喜欢 这种小屏带来的手感 那么就选择15PRO 相比PM的话 还能少个89张左右 6.1英寸的黄金尺寸比例 还有钛合金的一个加持 手感方面也是进一步提升 其实选择苹果手机 它并不难 它不像安卓 没有太多的复杂的型号 只要合适自己的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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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